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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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16短程弹道导弹突破台湾的导弹防御系统 第二阶段是从陆地军舰和潜艇上发射应急91和长箭10巡航导弹等导弹 对台湾的军事基地军火库雷达通讯设施和公路等要道进行密集轰炸 第三阶段是水面舰体和陆基火箭军共同发起猛烈的炮击 为解放军的海军陆战队和两栖登陆部队登陆台湾清除最后的障碍 当然舰船知识将攻台方案公布出来 就清晰地表明了它只是一种威胁而不是真实的作战方案 北京之村网刊主编陈维建先生指出 实际上习近平武统台湾主要是对台湾进行恐吓 如果真正发起攻台那是至早死路 除非习近平自我膨胀到疯狂的地步 中共武统台湾虽然台湾可能遭受重创 但要拿下台湾的可能性根本没有 台湾取除自己的先进军事力量外 一个护卫台湾的军事联盟已经形成 日本副下最近明确表示 如中共犯台将与美国联合护卫 美国太平洋舰队失利 则表示美国将挫败中共武统台湾 中共武功台湾就是与这个联盟作战 中共自己最清楚它的军事力量作战能力 除了虚张声势根本无力攻台 这也是台湾方面雄有成竹 以政治声明反制中共武力宣示 习近平屡屡宣示统一台湾 实际上有着它的政治目的 明年它将面临执政到期的局面 它要继续执政 对党就需要有一个比较过硬的理由 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就是最好的理由 因为党内没有一个人有魄力 将完成统一作为执政目标 这样一来只要祖国一天没有统一 它就在台上一天不下了 习近平叫嚣武统 当然与即将到来的中共权力争夺战 二十大有关 但习近平希望他再认拿下台湾 也是不争的事实 有分析人士指出 从十九大关于台湾问题的阐述看 习近平有意在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 不想邓小平把他留给后代子孙去解决 也有观点认为 习近平改国家主席任期制 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台湾问题 他要把这个功劳留给自己 而不是其他中共领导人 按照中国十九大的规划 完成祖国统一是其三大历史论务之一 如果中国梦暗示实现 可两岸能处在分立状态 中国梦也就划不圆这个圈 习近平肯定不会允许这种煞风景的情况出现 中国梦不单单意味着中国强起来 也意味着他的历史地位 他想有超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也只能靠收复台湾 其他任何业绩都无法做到 可以说台湾是中共不能承受之重 没有哪个中共领导人感冒失去台湾的风险 尤其对习近平而言 武力收复台湾 实现祖国统一 更是他的光荣 前解放军海军中校姚诚曾指出 中共武力进攻台湾 不会等得太久 三年内极有可能发生 姚诚说他曾参与制定 中共封锁台湾的军事计划 封锁台湾作战预案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制定的 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 该预案也在不断的修改更新 最初的手段是 利用潜艇布雷的方法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 增加了导弹封锁 习近平上台后 大力拓展军备 海空军装备 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 中美贸易战后 与美国彻底闹翻 中国对台湾和平统一 基本上不抱希望 提出丢掉幻想 准备打仗 认定武统是唯一的选择 较目前的形势而言 中共不敢启动登陆台湾本岛作战 主要是国际形势不利 进攻台湾本岛风险太大 并且没有绝对的胜算 因此还是计划通过封锁的方式 为而不公 以强大的军事封锁 外交和经济手段施压 导致台湾经济崩溃 社会动荡 改变台湾的政治格局 迫使台湾执政党承认归属中国 在以一国两制台人制台的统战手段 达成统一的目的 姚成认为 中共对台湾军事封锁战役 大概也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步 舰机老台 以军机老台 来压缩台湾空军的活动 是目前封锁台湾的主要手段 飞机机动性突破能力强 中共有着超过台湾数倍的军机 台湾四个岛屿 飞机一起飞就入海 中共只要控制了台湾周边海域 便达到了封锁的目的 舰艇在空军控制了海上制空权后 也可以在台湾周边进行活动 一旦需要台湾海上交通线便可以切断 第二步 电子网络封锁 中共在福建沿海 部署了两个电子对抗团 加上各集团军所属的电子对抗 赢 对台湾实施强电子干扰 并进行网络攻击 切断台湾通往境外的海底电缆 让台湾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 第三步夺取外岛 逼退台湾东沙驻军 占领金门 马祖 澎湖 建立登陆台湾本岛的前进基地 封锁是手段 以最小的代价获得统一 使中共实现统一的一贯方针 无论是以经济手段还是以武逼和 以战逼降 不到迫不得已 中共是不会贸然发动登陆作战的 这个不得已的情况是通过封锁达不到逼降的目的 或者是根本就封不住 台湾的东部大家知道 有美日联军的存在 一旦外部局势发生变化 具备了发动登陆作战的有利时机 中共就会启动登陆作战 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旦解放军进攻台湾 美国会第三次抛弃台湾吗 文员在他的文章 台湾会被第三次抛弃吗 中指出 美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抛弃台湾 第一次是抗战胜利后 美国人立主在中国建立一个包容各种政治势力的和平民主联合政府 结果历史开了一个大的玩笑 被美国人看好的中共一边倒向了苏联 建立起比蒋介石更独裁的反民主自由 也更反美的共产集权 第二次是1971年 因反对前苏联的战略需要 从1949年起就相互敌对的美国和中国捐弃前嫌 开始了高层的外交接触 1979年1月12日中美相互承认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 美国终止了和台湾的外交关系 在美国的带动下 西方所有国家争先恐后 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共终于从孤立中走向了世界舞台 台湾再一次被美国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而牺牲出卖 名副其实的成了亚西亚的孤儿 美国的前两次抛弃出卖 都是基于对中共的误判 也可以说是被欺骗了 归根到底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 中共绝不会改变的邪恶本质 第一次是天真的幻想中共会放弃共产独裁 建立民族自由的联合政府 斯图雷登大使还受命待在被中共解放的南京 等待着和中共建交 结果挨了毛泽东 别了斯图雷登一记梦棍 朝野这才清醒过来 但悔之万已 中国大陆已落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正义 第二次则是被邓小平韬光养晦所蒙骗 幼稚地认为将中共拉入世界舞台 随着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 中共最终会由政治改革 走向民主 自由普世之道 历史已经证明 中共这样的邪教 其本性 其初心和使命 都是不可能改变的 无论是肥胖 还是瘦弱 也不论是舒适 还是饥饿 如今被美国和西方 用资金科技 市场喂养而肥胖起来的中共 已有能力甩开毛泽东当年 小打小闹的输出革命 凭借自身的经济与军事实力 直接叫板 威胁美国和西方民主社会 犹如将看似无害的幼虎 作为宠儿而转扬 随着虎的成长壮大 野性难改的成年虎 终于受性大发 张开血盆大口 扑向了饲养者 台湾会被美国和西方国家 第三次抛弃吗 文员认为 无人能知 也无人能保证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洛 曾说 被同一块石头 绊倒两次 可以说是起始大路 已被中共这块 又臭又硬的 彻中完死 绊倒两次的美国政客们 和专家学者们 不知是否有 起始大路的感觉 至少也应彻底了解 中共邪恶的秉气 不会再犯意识形态的错误了吗 可以说文员的文章 所表达的忧虑 是客观存在的 只是时代不同了 中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历史幸运了 习近平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 已经唤醒了沉醉在绥靖政策迷梦中的西方世界 英美新大西洋宪章的签署 集齐峰会 北约峰会 欧盟峰会 都表明中共已经成为世界秩序的破坏者 台湾虽小 但朋友变天下 中国虽大 但却已是孤家寡人 中共武力攻打台湾 从整体军事力量对比而言 当然解放军整体占优 但我们也不应忘记 战争的胜败 并非完全取决于军事实力的较量 还取决于道义 取决于实战能力 台湾是岛屿 中共的海军实战能力并不强 加之当今中共 金表其外 败序其类 其经济发展停滞 政治腐败 社会矛盾激化 党内高层 内斗激烈 所以中共如 卯天下之大不韦 茂囊攻打台湾 将会使其步入 崩溃 灭亡 之刀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